你好,中美真伯位,大家好 今早4月14日 我想是凌晨 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动进攻 但是,我们这部影片主要的内容 录的时间都在4月14日凌晨6 所以没办法跟得及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分析 关于伊朗,为什么迟迟都没有出手 那么这部影片的末后 我会有少量的分析 就是我在4月14日下午4点做的 就是和这部影片播出的,差两个小时左右 就有一个少量的分析,因为我们看的资料的新闻 是不足够的 请大家体谅 喏 全世界都在等伊朗是否出手 轰炸以色列的 那其实这件事呢 源自于4月1日呢 这个以色列呢 就公然出手呢 去轰炸伊朗最... 这个大马士革 即是序里亚的大使馆 哈 而在大使馆里面呢 也有一些重要的军方人物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以色列是直接侵略 这个... 伊朗的海外领土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这段事情呢 大家都在等着怎么收拾的 哈 如果呢 呃... 伊朗和以色列正式是... 启动战争的话呢 那美国究竟 会不会... 卷进去中东呢 这个牵涉呢 大陆会不会呢 攻打台湾的哈 所以这个局面呢 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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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影响很大 里面牵涉的东西都很复杂 很讲 那看看今次呢 我们... 可不可以够不够时间来讲啊 好...那我们先进正题尔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呢 留言呢 赞好呢 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呢 每一天的12点钟 或者晚上的时候呢 看看有什么视频 首先第一件事要讲 4月1号的时候呢 以色列呢 就用F35呢 去... 攻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 那就是... 现在呢 的说法呢 是这样的 就说呢 在哥兰高地里面呢 以色列的军机呢 飞进去 这一个的黎巴嫩 就没有进去 这一个 敘利亚的领空 但是在黎巴嫩的 领空里面呢 就在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他就发射这些 导弹 那就攻击呢 伊朗呢 伊朗呢 这个的... 大马士革的大使馆 那...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因为F35是一个很先进的战机 它呢 要有隐形的功能 那个东西 里面呢 是需要美国呢 去加持... 去协助呢 才可以运作到的 如果是一些旧的飞机 譬如F15 F16 那些呢 以色列是有大量的F16 但F16呢 是... 现在都没有升级到五代啦 里面电子器材 最多就升级到四代... 四代左右而已 所以战斗力当然就... 普普通通的啦 F16现在... 对比隐年战经来说呢 差一代就差很远的啦 那但是... 其实... 你要炸毁... 这个大马士革 这个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呢 其实是真的不需要F35的 你都没有进去... 呃... 这个敘利亚的境 在黎巴嫩 黎巴嫩这个国家就散散地的啦 是不是啊 就是... 那时候... 贝鲁特里面有个大爆炸啦 跟着整个港口设施都烂了啦 所以黎巴嫩是很乱的国家来的啦 所以以色列呢... 就... 在... 土地上... 就... 没办法... 攻进去黎巴嫩 因为真主党很打 但是那个领空呢... 基本上呢... 黎巴嫩是管不住的 所以以色列呢... 他这样... 去用一个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 以色列要令到人... 有一个印象就是... 美国和以色列... 联合一齐... 挑衅这个... 伊朗... 要搞这一场... 战争... 因为呢... 以色列的目的就是... 要拉美国下水... 启动中东大战... 那你说... 哎呀... 为什么这么瘋的呢... 那很简单而已... 因为内塔尼亚湖的政权呢... 是在袈裟里面... 已经打得太差了... 也可以说呢... 打到借了... 也真的打无再打了... 但是如果那个战争... 完的话呢... 基本上就叫做... 内塔尼亚湖... 叫做战败啦... 如果战败的话... 结果就是落台啦... 落台的话呢... 而总理呢... 其实是不介意的... 就会拉内塔尼亚湖... 去战争法庭... 跟着说他是希特拉战犯... 说他种族灭绝... 犯战争罪... 那呢... 内塔尼亚湖知道自己不落台... 那唯有就把战争... 搞大他... 去保住自己... 因为纯是私利的啦... 纯是... 真是... 是... 卑鄙无耻的啦... 那由于呢... 现在知道的消息就是说... F-35呢... 平时的系统呢... 怎么运作的话呢... 可能呢... 美国都会... 支持你以色列... 但是呢... 如果呢... 要发射导弹啊... 各样东西呢... 要通报美国的... 但是问题呢... 原来呢... 在... 在... 这个的... 哥兰高地... 飞到他... 大马士革最近... 最... 就是... 贝鲁特尼... 就是... 这个的黎巴嫩距离... 大马士革... 那个的距离是... 很近啊... 那如果... 以色列去... 开始... 按制... 射导弹... 都... 射到去... 射到去... 大马士革呢... 原来只有几分钟时间... 他就... 按完制才通知啊... 拜登... 就是... 美国军方... 那就... 美国呢... 是不够时间呢... 截断呢... 这个... 的... 的... 射导弹这个动作... 所以呢... 就... 惹来大祸... 那... 就是... 现在有个说法... 主要的说法就是... 内塔尼亚湖呢... 就想嫁祸美国的... 就... 美国是... 不想... 也都没有参与这个决策的... 就是... 是... 内塔尼亚湖这样做的时候呢... 做之前呢... 没有通知美国... 先斩后奏... 就是这样啦... 就是... 这个是我们这样相信啦...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说拜登... 拜登其实一直的动作都告诉我们... 他不想卷入中东战争... 所以呢... 这个是这样看先哈... 这个呢... 就是内塔尼亚湖很悲劣的啦... OK... 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再说下去啦... 在这个... 伊朗... 的大使馆被攻击啦... 就是可以说过去... 由1999年啦... 美国呢... 用导弹炸... 中国驻南斯大使馆到现在啦... 真的隔了这么多年呢... 都没有... 没有这回事啊... 就是没有呢... 没有一个国家呢... 去冠炸别人的大使馆的... 就是这个是这么恶劣的事情呢... 过去这25年都没有发生过啊... 那... 当年呢... 中国驻南斯大使馆被炸的时候啊... 美国都说是炸错... 现在以色列就是... 大慕斯弱是炸... 吹吗? 那样可种啊... 那这个情节呢... 就比25年前更惡劣... 那这个呢... 也都好些... 有很多网友去说啦... 他说... 喂... 其实呢... 想起内塔尼亚湖这么那衰呢... 那内塔尼亚湖和希特拉比... 其实原来希特拉呢... 都没试过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诺命令呢... 去轰炸呢... 一些的... 呃... 一些战场上面的慈善组织的... 那希特拉呢... 没试过呢... 落导弹吹... 就是... 去炸那些呢... 红十字会的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但是呢... 内塔尼亚湖呢... 可以下命令呢... 去炸死呢... 联合国那些... 的... 的... 救济组织啦... 那些救济组织啦... 那些救济织被人炸死呢... 那没有人理的啦... 但是这件事呢... 已经是... 很恶劣的... 啊... 你炸死这些... 以他们为目标... 那现在联合国呢... 已经殉职了百多人的啦... 那但是啦... OK... 现在最近呢... 就... 以色列呢... 是轰炸这个... 呃... 世界中央厨房... 原来这个世界中央厨房... 后面的背景呢... 直接真的是美国啦... 啊... 所以美国就... 在他支撑之下呢... 死了七个人呢... 呱呱叫了... 吵了很多人头条... 啊... 所以呢... 很明显呢... 拜登的人呢... 内塔尼尔胡都敢杀的原因就是... 我之前都讲过啦... 就是因为拜登... 已经顶不住国际压力... 所以呢... 就是... 投了个气拳票... 所以呢... 就是... 停火令生效了... 但是以色列... 见这个停火令运作的时候... 他唯有就是... 他... 另开战场... 逼美国下水... 这个就是这样啦... 这个... 这个... 4月1号这件事... 引爆了之后... 产生了一连圈的效应... 以色列呢就说... 由于... 你... 这个伊朗... 快要反击他... 所以呢... 在以色列国内呢... 原来呢... 说他... 在加沙撤军呢... 的原因就是... 因为... 怕... 这个伊朗... 对他报复... 所以就要抽调兵力... 保护国家... 这样... 那... 原来呢... 伊朗一定会报复的啦... 相信... 但是呢... 现在这个伊朗的报复... 成为呢... 以色列的下台街... 反正你联合国叫了停火啦... 我亦都在加沙里面... 打到射了... 所以将... 全部的兵力... 抽走咯... 剩下一个女儿的... 那一个女儿就被弃止咯... 那现在就是... 弃却了... 就在加沙里面呢... 他说... 因为加沙里面呢... 中间呢... 有一个... 有条走廊... 以色列站了... 那那个女儿呢... 就守住中间... 将加沙南不分开... 这样... 但是呢... 现在呢... 哈马斯日日都... 那一个女儿... 那一个女儿... 不知道... 集体阵亡尾呢... 我就未肯定哈... 哈... 但是呢... 看来呢... 就是这些... 做样子啦... 就是那个是弃卓... 放在那里... 给你杀啦... 啊... 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 杜草人啦... 啊...你杀完... 那... 那我都说... 我做个样子啦... 那我预了啦... 因为我怕伊朗嘛... 那... 结果是这样... 就是说... 以色列是真的不够打的啦... 想引大... 引大一些战争之后... 逼美国下水... 那样... 亦都做到美国有份参与... 那... 跟着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亦都拿到下台阶... 去... 撤军... 那样... 但是呢... 过去啦... 4月1号到现在都这么多日啦... 伊朗打不打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以色列和美国呢... 不断去吹... 伊朗就打... 伊朗就打... 不断说来不来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这个呢... 某个程度上都是侮辱伊朗的... 那... 一会儿就说... 4月9号... 伊朗就打啦... 伊朗就没打啦... 那接着就说... 哎呀... 跟着miss了之后... 又说... 不断重复重复去警报... 这件事呢... 也是对伊朗呢... 一个挑战啦... 就说... 嘩... 嘩... 你没关系啦... 你都不敢报复啦... 你被人炸到... 那样...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知道你快要报复... 但是他不想你准备这么足够去报复... 所以... 催你... 你要报复就快点啦... 那如果你... 第一次报复... 准备得不好的话... 那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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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丑样子... 打得丑样子的话... 整个伊朗国威都没了啦... 是不是呀... 那你... 跟着就会给多些空间... 反转来说... 嘩... 你伊朗... 已经报复啦... 整件事草草了事啦... 那... 就是他们想这样玩... 哦... 你报复啦... 你打得这么差... 是不是呀... 那伊朗呢... 就不会这么想啦... 伊朗就说... 好沉滋着气... 因为呢... 报复的事呢... 没说呢... 你4月1号炸我呢... 我一定要快报复的... 我可以超过... 一个月才来报复的... 的... 当年9月11号... 啊... 在2001年... 美国... 被...啊... 被...啊... 被人军炸啦... 就是被人家飞机炒落那大厦啦... 他... 去... 派军进入阿富汗... 都隔超过呢... 一个多两个月啦... 是不是呀... 所以呢... 伊朗是不需要理西方的心理战的... 准备好... 甚至超过一个月... 想好了... 整个战略... 才去打... 是不奇怪的... 你说... 哎呀... 你何志刚... 你说得这么... 对伊朗这么宽容啊... 那... 那... 其实就是这么宽容啊... 嘛... 因为... 战争的东西... 当然是准备好一点才打的啦... 不会说... 急就张的啦... 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说... 普京... 可能五月访华... 那... 伊朗... 和... 和普京呢... 会谈好一些东西之后呢... 就和大陆去报一报先... 因为呢... 其实他们很多... 就算呢... 大陆不给军火出去呢... 我相信... 有很多民用设施啊... 各样东西呢... 都要大陆去... 去... 去... 卖给俄罗斯... 或者给伊朗... 补充一下的... 啊... 就是呢... 中国的支持呢... 其实呢... 军事上没有直接支持的... 但是其他... 民用的设施里面呢... 很多东西都支持伊朗和俄罗斯去打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伊朗有权呢... 5月... 谈好了才打... 那... 就是我自己就这样看啊...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 就是伊朗这个报复... 要... 不就拖下咯... 你就天天去讲咯... 是不是啊... 以色列甚至... 痴线到说... 他在... 伊朗... 以色列的国内呢... 他将GPS呢... 是关掉了...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电脑... 你可以用... 网络... 去通讯... 但是呢... 你想用呢... GPS去定位呢... 他就说... 哎呀... 伊朗会用GPS的... 那现在我... 以色列... 关闭了GPS... 那你伊朗的导弹就射不准啦... 那当然啦... 伊朗的导弹是用北斗啦... 不会用GPS啦... 那但是... 以色列现在... 是搞一些东西... 是... 是... 舆论战... 心理战... 他在挑衅你... 伊朗说... 你快点来打啦... 你又说打... 没了解... 这样... 这样... 现在是这样... 就是... 形势呢... 好像看三国演义... 张飞呢... 什么... 什么... 什么桥... 就是... 总之他在挑衅你... 就是... 知道你要打的啦... 我还要挑衅你... 这样... 所以呢... 现在这个紧张状态呢... 伊朗... 怎样打呢... 是影响世界大局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4月去做反击的嘛... 可能5月才做... 都不成功... 那我们呢... 就唯有... 静心等待... 哈哈... 这个位置就是这样啦... 这次就说了这么多先... 喏... 这个呢... 是... 4月14日的... 下午4点钟啦... 这个的最后总结呢... 我可以这样说啦... 呃... 现在我们看的新闻的消息呢... 全部都是不可靠的... 是西方主导... 跟着TVB都是... 那些新... 他们都很懒啦... 只是拿西方的报道... 以色列就在这里吹嘘啦... 就是说... 没有死过人... 所有导弹都拦截了... 那样... 正如呢... 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呢... 整天都会听呢... 以色列在加沙呢... 占无不胜... 呃... 呃... 这个... 巴...巴斯坦人... 就是哈马斯... 打到一蹲一蹲... 那样... 那为什么打到一蹲一蹲... 都还没见哈马斯投降呢... 那... 其实现在呢... 我们没办法... 由我西方提供的新闻呢... 知道呢... 呃... 伊朗... 对以色列的伤害... 究竟有多大... 呃... 因为呢... 现在... 西方一定是硬摧的啦... 你又看到呢... 呃... 呃... 我只可以说... 这个... 看完新闻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要谴责呢... 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特雷斯啊...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 涂涂牙人... 可以作... 作为呢...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去谴责伊朗... 那你谴责伊朗之前... 为什么不谴责... 以色列轰炸... 这个... 的... 伊朗驻利亚大使馆呢... 是不是呀... 永远这个世界是以暴逆暴的... 如果你不以暴逆暴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 可以生存下去的... 难道... 真的耶稣说... 打完左边面打右边面吗... 耶稣说的那一套呢... 就是... 彻底不够打的时候呢... 玩尽点... 拿道德高地... 但是如果... 伊朗是一个有头有面... 有一定实力的国家... 是一定要报复的... 所以... 古特雷斯的谴责呢... 是值得被谴责的... 这个我就这么看啦... 另外... 欧美国家就说... 哎呀... 以色列打你... 你应该... 啞印嘛... 为何要... 为何要还拖啊... 譴责伊朗... 神经的... 伊朗真是理你都傻了... 你够僵的... 你就是美国进来... 和伊朗... 开个拖咯... 不过现在说呢... 就是... 美国不敢... 抽... 这个... 伊朗... 但是呢... 说是这样而已...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新了... 没办法知道真真正正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明天呢... 星期一一定会出中美争霸呢... 我们看清楚形势呢... 有个详细的分析... 说到这么多先... 散播了... 整个详细的分析... 就好了... 额静路吧... 一个详细的详细的详细的详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